今天是满月 和惠儿死的那天一样 你好久没有再提惠儿了 我以为你已经忘了 那父亲的心意 你是何时看出来的 碧妾并没有看出来 而是猜到的 碧妾曾经说过 王爷想要公子 做第三支火 但是输缴倩吟的功劳 是远不足以 让公子站稳脚跟的 要是想要启示 身边必须得有党羽 这一点 王爷怎么会没想到呢 所以扶植党羽 一直来说是王爷默许的 可是党羽究竟要强到什么程度 就一定要在他的掌控范围之内 既不能弱到 无法与这两只虎相互抗衡 又不能跟公子勾结得太紧 强到无法控制 所以王爷在扶持 公子党羽的同时 一定会找到一个 压制的点 如果公子的党羽 是穆大人 那么这个点 自然就是姚夫人 只要他不再是公子的妻妾 那么穆大人 就一定不会成为下一个 圆白礼 所以你才假意 投靠穆海瑶 帮助他抬举穆天书 这么做 不单是可以扶植党羽 还要借我父亲的手 除掉他 接着说 接着说 王爷送我们三人团善之时 碧切就知道 姚夫人的扇子 恐怕已经被人动过手脚 可是我父亲怎么能猜到 他怎么可能确定 海瑶就一定会抢那个牡丹花呢 他并没有猜 没有依据的才叫猜 而了解一个人 等着他一步一步走上自己的道路上来 那叫知道 姚夫人兄长得势 自己又诞下灵儿 在这春风得意之际 他怎么会不乘生追击呢 所以王爷从来就没有猜 他只是知道 公子以为自己是下棋之人 却不知掌控全局的一直都是王爷 可是你 你却早就懂了 什么时候 碧切兴许是讲得太多了 碧切就先回去了 什么时候 碧切和公子从王府回来那天 碧切听见 王爷提起圆白礼时 言语间似乎有些厌恶 当时碧切并不知道 后来想起警方嬷嬷曾经说过 先王妃嫁给王爷之后 就开始远离家人 先王妃和家人并不亲近 嫁了王爷后 更是有艺术缘 这是为什么 王爷这个人 办事公正 鲜少逊于私情 在他面前 有一些关系 请不露书 从那个时候 碧切才明白 王爷一直厌恶的 便是这裙带关系 我不是想起来 我不是想起来